所以我现在最怕的还是手机也怕 因为你一旦手机失去手机了 让他们来找我 万一要去领事馆 你连核酸都不好做 对不对 特别要注意 这个地方你已经看到了 今天算人少了 到中午你去 到中午发康的时候你去看 你看看有多少人 要等他们安排好 时间本来像上个这个星期的 这个星期我估计有个女的 她主要负责这个表什么东西的 填表对吧 英文表格已经填好了 对 要带着这个表格就像面试一样 再去美领馆 那就看了能不能过去了 能解释得通 那她就签给我 签给我的话 你这样再进入美国呢 在美国海关不麻烦 绿卡还有效 但是你按照美国移民法 它移民局 你老是不见你进来 它可以给你 算你自动放弃了 哎 哎 懂吗 就变成你自动放弃 就给你锁掉了嘛 对不对 是 也就是说您这是面签 是非常重要的 面签通过了就可以回美国了 对 我弟弟意思 面签不行的话就 他买一张机票 我说你要叫我这样做的话 你要找个移民律师 我机我坐的飞机几点报答 对吧 在那里等着 能有解释要好多 他可以移民律师可以担保的 这也是一种方法 哎 第二个方案这是 这是第二方案 最后你要想回去 你要么就等我 我儿子申请 也可以的 也可以要一年了吧 要等一年了 时长要一年 对 那太久了 是啊 马上天冷了呀 天冷了 那就没办法的 如果我儿子申请就等于我重庆移民嘛 对吧 那要最少一年 是的 最少要一年 那您去美领馆面签 那个日期定了吗 没有啊 就是这个问题 还没问题 要预约的 要不他们预约了没有 或者我预约在什么 预约好之后再去面签 对 然后再等结果 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结果当时 当场就可以 正常的话 当场 当场它拒签你就拒签了 就你解释理由不足 是 那么我就把这个 东西他们也不应了 再加上你做的 效果 他们意思啊 加在一起 能够解释为什么是 这么久不回去 那您弟弟还跟你说什么了吗 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弟弟其他也没什么 就来取什么他那个样 吃素他安排 对不对 然后再 能够恢复我的这个 绿卡 或者 因为我报了9年税了 在美国交了9年 对 我那天是把那个报税的 报税号码什么都 他们资工都复印了 给义工他们了 复印下来了 就是英文叫苏西南博嘛 就实际上就是打工报税 就靠这个 您弟弟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 你怎么不去呢 你说在这里啊 对啊 你弟弟不是说要给你安排一个 他不是安排临时住处 就是临时住个房 对吧 住个房在宋江那边 在宋江那边 民航边端 你想你到那个地方去 他们要找我呢 这么远 找你办事情不方便 你觉得不方便啊 懂吧 是这样的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熬了 不是人家找我 还要跑这么远 跑这么远 您这段时间都在准备去面签的事情 这段时间啊 对 我只能这样等啊 上次他们带我去做牙 那么牙是不能做的 就牙引入萎缩过度 除非下面牙都掉光了 还有这个说法 他那个牙医讲的 像你现在做出来 上牙和下牙对不拢的 错的 你牙有尾松的 而且还容易产生 一会儿掉下来 一会儿掉下来 这么巧 掉的都是上面的牙齿 对 下面的牙齿还可以啊 下面现在也松动的 有一个牙也不行的 松动很厉害的 您这段时间吃饭啊 什么都没有问题吧 吃饭没办 这有一栋五栋就说 他们发荒养 然后再自己买点吃吃呀 买了 节约一点嘛 买点吃吃 你现在晚上睡觉冷吗 晚上睡觉还可以不冷 晚上睡觉没有被子 而且没有被子 那真是要冻死人了 是的 如果回到美国去 你准备怎么样生活呢 回到美国 你讲还有怎么生活 还要去工作吗 能够去能够找到活干的 再去找两个老人老的人 看他们还那个吧 还想去上班 能够能够那个的话 还有那个老板 还在不在纽约这个房产 再问问他 再去帮他干个两年 就补过两年税 是在美国暗想晚年了 那就算了 也在美国 有айн